托福在改制之后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在新制托福方面 首先阅读部分每篇文章题数减少 每题作答时间也稍微增加 听力部分演讲减少为3到4个 每题的作答时间也稍微减少 口说部分删除重复性高的题型 简化为一个独立式口说 和3个整合式口说提醒 总作答时间也变短 写作部分则维持不变 那么新制托福要如何准备呢 首先TPO考题要多做 以熟悉常考的主题 高评单字多倍 要多注意和段落结构相关的问题 托福改制后 听力偶尔会出现音试口音 建议多听VBC的新闻作为练习 此外要特别注意重听题 主要考的是说话者说这句话的用意 口说测验会由机器进行第一阶段评分 因此一定要注意发音或拼字的正确性 原本就制的TASK 6 题目用字有调整 所以要理解题意 并且听取音档中的关键字 最后独立写作题题目变长 因此考试要加快阅读的节奏哦 考试必备物品为护照 水 卫生纸 小点心 手表 要特别注意的是 一定要携带有效期限内的护照哦 另外 记得提早30分钟到考场 如果是9点开始考试的话 记得最晚8点半一定要抵达考场 考试开始前会进行耳机和麦克风测试 如果发现有问题 一定要立即举手更换位置哦 那么现在就来看看 9月1号的正式考部分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首先阅读测验的部分 如果文章中有较难的单字 画面右上角会出现Glossary这个功能钮 可以查询字意 另外Review这个功能 可以让你检视个体的答题状况 看看是否有未答题的部分 记得一定要全部答完再交卷 而9月1号这天的阅读 共出现三篇 人文艺术类两篇 动物生态学一篇 本次测验不算太难 单字题也是偏简单的 再来是听力测验部分 建议对话题可以不用记笔记 以免漏听后面的内容 课堂演讲如果出现不同学者的名字和理论 记得要简单记录在纸上 本次考试在课堂听讲部分考了一篇考古学主题 当中提到了三个学者提出的三个理论 因此要记得在听音档时就记下学者的名字和相对应的理论 在答题时才不会错乱哦 在口说测验部分 独立式口说题型 记得利用准备时间快速选好一个立场 想好理由 接着再进行答题 整合式口说则要记得 简单记录音档中提到的重点和例子 利用准备时间思考一下叙述顺序 再进行答题 整合式口说答题时 可用简易符号来做笔记 记得记下关键字就好 不要超过多重点 最后是写作测验部分 整合式写作题型要记得三个重点 一、阅读完文章后 花一分钟时间做完文章的重点整理 二、打完文章后 一定要记得检查拼字与文法 三、最佳字数是150到225字之间 独立式写作题 要记得利用两分钟时间拟定大纲 选定一个立场 并举出三个原因和具体的例子 有了完整的写作架构 就能顺畅地写出文章 考试最后 画面上会跳出这个讯息 记得要按Report 意思是请ETS回报你的成绩 千万不要按到Cancel哦 如果真的不小心按到 记得10天内写信给ETS 请他们保留成绩 总结来说 本次考试并不难 幸运的是 全部的音档皆为美式口音 而常考的动物人文主题 本次依然出现于试题中 建议同学多加强阅读测验 Summary题的熟练度 并训练自己 Scanning、Skeeming 快速搜寻资讯的能力 此外 记得多训练思考的灵活度 并善加运用有系统的简易笔记法 以上就是心智托福的相关资讯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内容 请参考下方资讯栏的网址